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网红凤梨开重炮 呛不要自以为是 五万粉赞报 超中肯 网红凤梨吴红义靠着独特的个人风格 吸引许多网友成为粉丝 不过当人红了 是非就跟着多 这几天 凤梨很常发文抒发心情 日前一篇不要以个人价值观 去评判他人实力的文章 引起广大的回响 累积至今已近五万网友按赞 留言 以及分享 凤梨晒出在田野走路的照片 写下 不要动不动拿你的价值观 去衡量别人 很多人开着Toyota却有四五件房产 很多人穿着内衣却有好几块百万名表 有的人吃卤肉饭其实是在庆祝 他的别墅装潢好了 有的人拿个破手机却有多量超跑 不要三不五时拿你的价值观判定人家的实力 每个人在乎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 你觉得很猛的东西可能在人家眼里一文不值 也没任何兴趣 又单引号 不仅如此 他还在留言处补充 人家没什么名牌不代表人家没钱 或许人家根本不是很在意那些东西 真的不用自己觉得怎样就是怎样 如此中肯的言论 网友通通推报很多人 减一辈子回收却捐了几百万助人善款 何为凭何为富 这话说得很好 太多人没钱装胖子 有深度的人并不会批评别人 而是互相尊重 中肯 好有道理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